关怀社区长者 吉安乡公所致力开办 引法勒林课程 关怀村在门洛医院的协助下 举办一系列的学习乐活课程 并邀请了社区的孩童 前来陪老大人们上课 让老人家们感受到 家庭的幸福氛围 敲鼓聆听悠扬的音乐 还有细腻手作的串珠拼图 一旁还有关怀国小的学童陪伴 关怀村的老大人们非常开心 这是吉安乡公所和门洛医院 共同开办的光华村乐林课程 透过老幼共学 让引法长者生活更有趣 光华村乡社区发展协会 带来满满的乐林共学 看到了暑期光华国小的孩子 来做小小服务生 也谢谢门洛跟我们的企业Costco 来赞助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我们看到了孩子的服务的一个笑声 带来了引法乐活 延展感官延缓老化的学习 这是吉安乡公所 必须要献上满满的感谢 一起为我们在地的乐林乐活 开启了一个社会共构的新愿景 希望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领域 有不同的资源 挹注给我们共同的老大人 一起来挹注关怀的能量 希望他们健康平安快乐幸福 吉安乡长游淑珍特别颁发感谢壮 给前来陪伴爷爷奶奶上课的小朋友 代表会的主席秋美云也带动跳 和大人小孩一起同乐 门洛医院社公司也设计了一系列 有趣多样又能够预防失能的课程 让社区长辈在快乐游戏中 可以增强能力延缓老化 介续会节安相报导